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也比较隆重 有无童话般一样 看得出来 威士豪真是用心了 也的确给了女友一个大大的惊喜 此外 还有不少人现场助阵 见证了这个浪漫而又幸福的场面 能让不少人献功吧 据悉 当初威士豪在葡萄牙踢球期间 其女友就陪在他身边 根据他的透露 两人已经相恋了四年 其间经历了酸甜苦辣 而现在终于修成了正果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 威士豪的女友面容娇好 虽然年纪不大 但透露着一种成熟和优雅 身材也很好 不得不说 何威士豪真的很般配 狼才女貌 以上图片均来自微博 威士豪是国族星星 在今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 有着不错的表现 更是国家对常客 不过 在中超第二十二轮横道合国安散后 威士豪缺席了握手环节 他的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 也有可能被祖先追加处罚 事实上 威士豪是一个有争议的球员 如果能够沉下心来踢球 他绝对是一名很强的进攻者 突破 速度都是他的长项 但同时 威士豪情绪也容易受到波动 比如此前和山花比赛中的举动 而类似的事情也不止这一件 真是有点让人又爱又恨 希望 在求婚之后 威士豪能够变得更加成熟 既能生活圆满的爱情 也能在球场上大杀四发 加油